其實這幾個缺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都沒有想到 同政員說他很專業 他符合我需要的條件 可是依照所謂 駐外人員這個條例裡頭 這些人對他的工作 是輔佐館長 或協助館長來處理事務 但是處理的叫做外交事務 而不是館長的個人事務 他都陪我開會 我上班 他上班 我參加晚會 所以他參加晚會 這是你的個人特助 這跟外交部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外交事務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同政員 你也是在幫你的這個機要 越描越黑 他去陪你上下班 陪你參加晚會 幫你處理那個 幫你處理那個 市長 你是花國家錢 幫你自己請一個私人特助嗎 個人特助嗎 不會講泰語沒關係 不懂泰國語言沒關係 你只要懂我的心就好 懂我同政員的心 懂我腦袋裡在想什麼 知道我的生活作息 知道我的生活習慣 把我安撫的服飾的好好的 你就試任 你就很專業 所以同政員 你也不要再害你這個機要了 來 帶回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管媽 剛剛永明妳說得好 突然間變得好像小綿羊 對 委屈 面對民進黨的外交部 他要不到資料 他很難過 他覺得他被外交部為難了 這跟以前我們認識的管媽 不太一樣 來休息一下 所以知道今天目前 我們看起來就是 這個五個機要裡面 就有三個都是被 謝系人馬拿去了 而且都是什麼 都是破格任用 史無前例 管媽覺得她很委屈 心裡很苦 外交部心裡也很委屈 外交部心裡也很苦 可是我們看到了 管媽今天面對記者 講的這些話 讓我們發現原來 管媽管閉令委員 也有柔情似水的那一面 過去在面對國民黨的執政 跟國民黨的官員的時候 不能說她兇悍 但是確實多多賓人 而且認為自己有理的話 她是絕對寸步不讓 但今天的管媽變成 明明我有理 但是回交部也很辛苦 那我就讓你一百步吧 過去寸步不讓 今天一讓讓了一百步 到底為什麼呢 來 我們來看 這個管閉令委員 今天在接受媒體的詢問 她說我很為難 我不委屈 但我很為難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外交部 把資料給我 因為大家都打我 外交部給了資料 我就可以把話說清楚 我就不會挨打了 不是嗎 但是外交部不給我 我不委屈 但是我很為難 另外她還說到了 外交部為什麼不給我 把任用資格給我看 還有誰 這樣子我女婿不都脫身了嗎 可是外交部說 如果我給你會牽連太多人 為了不想牽連太多人 所以外交部不想給我看 這什麼意思 就外交部 吳釗憲部長 你自己心裡是不是也有鬼 你也知道丟出來 這些名單裡的人會被牽連 牽連的台語叫牽托 會被拖下水 為什麼會被拖下水 為什麼會被牽托 因為這些人一個一個都有問題 如果他們沒有問題 你公布有什麼牽連的疑慮嗎 當然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其他全部都有問題 如果公布出來大家一起死 所以外交部當然不能公布 所以管媽心裡苦 外交部心裡更苦 來 預防委員 這樣子 這個機要 你外交部長的機要 就應該用在外交部 你讓他們跑出去 這樣就表示 你這個外交部不需要這麼多機要 你這個缺 其實就要把它砍掉 第二個說你用知意 當然民進黨朋友會講說 你國民黨也用知意 我昨天在這邊也講 有 我就主動提供兩個 一個就是現在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李大偉 一個就是前駐美代表沈旅軒 這兩個人1982年到1988年 都是我們駐華府的代表處的知意 但是我們要講 這兩個人 都沒有很顯赫的家庭 跟政治的家庭 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他們完全是學有專長 因為李大偉在台大念 政治系的時候 他是國關主的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他是國關主 就是國際關係 沈里旋 而且李大偉後來在維基尼亞大學 1980年拿到碩士 也是國際關係 沈里旋 他是1979年是賓州大學 這兩個學校都是好學校 賓州大學 它是國際關係的碩士 所以他們都已經有碩士 國際關係的碩士的 這樣一個背景 學有專長 而且在美國念的 所以在美國的 我們駐美代表處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被聘為所謂的知意 這個嚴格講起來 如果講沈里旋的話 其實那個時候 他1980到1988 他1982年就拿了 賓州大學的國際關係學博士 1979年來說是82年拿了博士 所以他很可能是拿了博士又 還在裡面委屈當知意 至於李大偉 那個時候是在維基尼亞大學 念博士 念博士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在 同一個系在念博士 他後來他是到了1986年 就拿到博士 所以他82年到88年 是擔任知意 也就這兩個人是學有專長 而且他們的專長 就是國際關係 而且就是在美國念的 所以拚他們當知意 我覺得不會有人批評 而且最重要這兩個人 都不是因為家庭因素 家中有人 大數底下好乘良 不是這樣的人 他們是憑個人的才華進去了 個人的專業這樣進去了 所以這個就沒有人話講 你現在民進黨 你們現在用了這些所謂的知意 或是機要也好 你們現在在外管 你們的背景是什麼 譬如說你拍照泰國去 管閉人大家會覺得很委屈 張姆良沒有不喜歡女婿的 這些女婿大多一定很優秀 我們也不反對 他可能人品很好 也可能這個尋規盜舉 我們只是問說 像你這樣同樣尋規盜舉 家教很好的人 有多少有你這樣一個機會 到泰國去當知意 你就告訴我這件事 而且他還不會泰文 對 還沒有在泰國了解 我們就先講這一點就是說 你這讓很多人羨慕得要死 對不對 我剛剛講了 沈宇選也好 李大偉也好 他可不是政治的背景 他家裡不是政治私家 家裡跟政治人物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好 你拍到泰國去 那就剛剛永平講 你懂不懂泰文 你不懂 你有沒有在泰國念過書 有沒有在那邊做過研究 沒有 我在開個玩笑 泰國華僑最多 最有影響的就講潮州話了 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潮州人 如果你是潮州人 潮州人非常團結 你到那個去 那大家喬見這些潮州人 可能真的支持你 顯然你也沒有潮州人的背景 或者是你們家 是不是跟潮州 有什麼其他的關係 姻親或者什麼 好像也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那個條件 可以去那地方當 泰國代表處的這樣一個 你去了 人家批評你的時候 其實這個當岳母 話就不要太多 這個你們謝忻 這最愛講話了 現場庭的問題也是話太多 你當時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跟處長去切割 蘇處長去切割 說說500多公里 東京到大阪 然後你的聘速也不是我發的 你的烤機也不是我打的 人家也沒有打電話來我們這裡 是打電話到你那邊去 你如果有錯 人家出來道歉等等 你不要講那麼多的話 人家比較不會憤怒 這個管閉也是一樣 你是怎麼樣 得了便宜就 得了便宜少講話 你得了便宜還賣官 而且你得了便宜還耍破辣 還要跟人家吵 還叫外交部調資料 有 他現在調出來了 你的派系頭子 謝昌廷有兩個 有兩個 用了兩個記號 都是你們謝忻的 你們就用了三個 你出來講 你現在要打 你要打謝昌廷是不是 我們等你打大一滅親嗎 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他現在 其實謝昌廷很辛苦 你現在再打他 他更辛苦 還是要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民進黨政府就這樣 外交是很辛苦的 全台灣所有部長裡面 大概很多人不想要當的 就是外交部長 因為你常常在斷交的 這種陰影底下 壓力底下 又有另外一點 我們偏偏要當職業外交官 是很困難的 你光考那個試就不容易 你還有很多語言的訓練等等 所以我們的精英 送到最難打的戰場上 去打這個仗 然後他們回頭一看 周圍這些人 噼哩啪啦爬上來 政治任命的一大堆 走政治關係的一大堆 人家十年寒窗 才搞一個住外的 這樣的一個職缺 結果你們什麼都沒有 就平和關係就上來了 而且還當代表 對不對 他們講 你國民黨時代 你有任用政治任命的 這些住外的代表 大使 我們有 有沒有你們那麼多 而且你們做個挑好地方 日本 巴黎 柏林 都是很好的地方 都沒有斷交密 你們有本事 要去瘧疾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辛苦的地方 要撿起袖子流汗 再重視的地方 南太平洋這些 沒有 你們都是沾好缺 而且還要回來 而且事情有沒有做得很好 沒有 像外交局面一塌糊塗 對不對 好 外交部長 是你們民進黨的人 外交部的政務次長 也是跟你們很要好的人 一個學者沒有經過任何的外交的履歷 幹到政府次長 另外一個幹了助委代表 現在當外交部長 你們的外交有搞好嗎 沒有 你們官越做越多 官越做越大 台灣的外交局面 越來卻越辛苦 這樣子你還不讓人家罵 說我早就講過 像外交部就是民進黨的黨產一樣 你們就全部都巴掌好位置 對不對 而且還在紅媒麗兒罵人 所以我想在民進黨 你就想想看 為什麼你們的民調的數字那麼低 為什麼蔡英文的民調的支持度 如此之低 這個原因隨便一舉都一箱 你光講外交就是這樣子 現在 委員現在部長很辛苦 還要 看起來還要跟這個委員 心裡不開心還得跟委員 我想說外交部長 你自己要檢點 我講一個真話 你自己幾個月斷了三個國家 你自己就知道這個位置不好坐 你上來也沒有什麼表現 那你就應該走 你不走 那也沒有關係 這些人如果對你所求無度 你就硬著肩膀挺起來 就告訴他們一些照規矩來 你沒有 對不對 還有彎腰 對 人家拿了好處 也沒有感謝你 因為這個是李大維給的 對不對 人家也不需要感謝你 你這樣也不用 你就講一些照規矩來 這公布 你要叫外交部公布這個資料 公布 我要問蔡英文 如果蔡總統說可以公布 我就公布 不能公布我就不能公布 你可以跟蔡總統要求的話 那你去要求 你會催吾蔡總統 我就公布 你如果這樣講 那我們也佩服你 你現在辦外交也不行 辦內交也不行 你辦什麼很行 你告訴我